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搭配了一个绿色的大衣来到现场 因为要搭配他头上的这个头饰 而且他今天也是带着头饰 我坐车来 坐计程车来 然后我就要配着这件绿色大衣 因为我怕就是不搭软到我的头跟我的肌肉搭 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时尚 我有被而来 没错讲到重点了 我原本以为担心穿古装或是cosplay 古装会不时善 但是没想到是时尚的 不用担心我们孟三国的美术设定 我们的人物设定的角色 每一套衣服都非常的时尚好看 对 代言人身上有出现过 就是Tierra里面的孝敏 孝敏有穿过 同一件喔 她穿过 坐飞进来 而且这次呢 景安很贴心 因为她通常角色像刘备 关羽等等都是男角 可是她里面可以男女切换 最选的你想要的 最选的你想要的 对满足了我就是 也不能讲女伴男装 就满足了我穿上将军的衣服 因为就是有那个霸气 可是呢又有你原本性 没有 终于有机会了 那你们尾牙你也可以cos成这样去啊 对 你可以那个万圣节的时候借我一下 没有问题你想穿多久就穿多久 对对对